因应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宣布 7月27号到8月9号 调降疫情警戒到第二级 教育部将开放幼儿园 儿童课后照顾中心 补习班社会教育机构等场所 华丽县政府也在28号 在中华国小的活动中心 提供立案短期补习班人员免费快筛 县长徐志认为也到场视察快筛的状况 因二级管制作为 课刀中心及补习班 为施打疫苗或接种未打14天者 需提供三天之内快筛或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接每三天到四天定行快筛 为减轻相关人员负担 华丽县在7月28号 在华丽市中华国小活动中心设置快筛站 提供补习班人员免费快筛 今天我们为补习业者在这里做一个快筛站 因为补习业者到现在 还没有拿到我们的核定名单 还没有拿到教育部或CDC核定的可以施打的名单 所以花莲县政府 我们免费帮花莲的乡亲来做快筛 然后让我们的乡亲能够安心 让我们的各行各业能够安定 在没有疫苗可打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愿意让大家来快筛 县府交易处表示 县府在6月底开始向中央争取播配疫苗 并且在7月29号上传第一阶段疫苗名册 共计有540人有四达的意愿 名册已经报请教育部 第二阶段将在7月30号报请教育部 确计在四达日持续在CDC指示办理 为请中央三位合金的名册 县府已经持续向中央反应 让补习业者尽快完成疫苗等接种 教学以及学习尽快回归正轨 记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